民族情怀 两岸脉动 全球的华人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5月23号 农历假成年4月16 欢迎收看今天的两岸头条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东部战区为台岛周边开展联合力建 2024A演习剑指台独 本网发表两岸快评 历任出鞘剑指台独 试图分裂国家者必遭有力惩戒 中方对12家美国军工企业 及10名高管采取反制措施 阿斯迈宣称 有能力远程瘫痪台积电 最先进极紫外光客机 两岸青年打卡五一山 且去茶园赏心井 茶叶融合 谋发展 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 东部战区微信公众号23号发布消息 东部战区为台岛周边开展联合力建2024A演习 东部战区23号宣布 5月23日7时45分开始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为台湾海峡 台岛北部 南部 东部及金门岛 马祖岛 乌秋雨 东营岛周边开展联合演训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李希海军大校当天表示 5月23号到24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战区陆军 海军 空军 火箭军等兵力 为台岛周边开展联合力建2024A演习 重点演练联合海空战备警巡 联合夺取战场综合控制权 联合惊打要害目标等科目 见机抵近台岛周边战群 岛链内外一体联动 检验战区部队联合作战实战能力 这也是对台独分裂势力谋独行径的有力惩戒 对外部势力干涉挑衅的严重警告 随后 东部战区发布了 联合力建2024A演习区域示意图 值得注意的是 东部战区还同时发布了六张组合海报 越海杀器 并指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 东部战区开展联合力建2024A演习 是对台独分裂势力谋独行径的有力惩戒 对外部势力干涉挑衅的严重警告 战区官兵长鹰在手 严阵以待 断铸青云舰 席岩杀手锏 热血报家国 逆风亮肠舰 剑指台独的杀独神器已就位 同日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甘宇表示 5月23号 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 为乌秋雨东银岛附近海域开展综合执法演练 检验联合巡航快速反应及应急处置能力 本网今天发表两块评 历任出窍 剑指台独 试图分裂国家者 必遭有力惩戒 文章指出 赖清德在讲话中多次提到和平 如和平是唯一的选项 台湾是世界和平舵手等 试图塑造自己所谓和平的倡导者形象 然而 赖清德的言论却暗藏玄机 他每次提及和平的字眼时 紧接着便是对大陆的肆意抹黑与攻击 此人极力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 灰色胁迫 制造所谓中国吞并台湾的恐惧 这一句句攻击大陆的言论 不仅戳穿了赖清德假和平的伪装 更充分暴露出他妄图乙武谋独的真面目 对于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 大陆方面都绝不容忍 绝不姑息 对民进党当局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 大陆方面也必将进行强有力的反制 历史早已证明 凡是赎典忘祖 背叛祖国 分裂国家的人 从来没有好下场 必将遭到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审判 剑指台独的杀毒利器已就位 若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继续执迷不悟 必遭沉重打击 外交部22号公布关于对美国军工企业 及高级管理人员采取反制措施的决定 从即日起 冻结12家美企在中国境内的 动产 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 并对10名美企高管不予签发签证 决定称 一段时间以来 美国无视中方在乌克兰危机上的客观公正立场和建设性作用 以所谓设俄罗斯因素为由对多家中国实体滥尸非法单边制裁 大搞单边霸凌和经济胁迫 严重侵犯中方企业 机构和个人正当合法权益 同时 美国持续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三条 第四条 第五条 第六条 第九条 第十五条规定 中方决定对以下美国军工企业及高级管理人员采取反制措施 决定自即日起施行 根据决定 被采取反制措施的美国军工企业 包括洛克希德马丁导弹与火控公司 洛克希德马丁航空公司 标枪合资公司 雷神导弹系统公司 通用动力军械与战术系统公司 通用动力信息技术公司 通用动力任务系统公司 海岸间电子公司 系统研究与模拟公司 铁山解决方案公司 应用技术集团 阿克希恩特公司等12家企业 冻结在中国境内的动产 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 被制裁的人员包括凯西沃登 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董事长 首席执行官 总裁 马修布朗伯格 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全球运营副总裁 本杰明戴维斯 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战略威慑系统副总裁 总经理等10名企业高级管理人员 不予签发签证 不准入境 包括香港 澳门 此前 商务部20号接连发布两条公告 将三家参与对台军售的美国企业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 包括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司 通用动力陆地系统公司 以及波音防务 空间与安全集团 分析认为 这是对美国持续武装台湾及赖清德以美谋独发出明确警告 据美国彭博社21号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报道 荷兰半导体生产设备制造商阿斯麦称 有能力远程瘫痪台积电位于台湾地区的最先进的极子外光刻机 知情人士透露 台湾地区生产了全球绝大多数的先进芯片 美国政府官员已经私下向荷兰和台湾当局表达了对台海危机升级的担忧 当荷兰政府针对可能的情况与阿斯麦会面时 阿斯麦向前者保证该公司有能力远程让其机器瘫痪 据报道 远程瘫痪适用于阿斯麦的EUV 自2016年此类设备首次研发以来 阿斯麦已向中国大陆以外的客户发运了200多台 其中台积电获得的数量超过了任何其他芯片制造商 知情人士称 EUV需要频繁维护 如果没有阿斯麦的备件 他们很快就会停止工作 有业内人士指出 远程控制甚至是瘫痪光刻机在技术上难度并不大 很多设备都有网络通信功能 一方面为客户服务时可以实现远程升级或者收集数据进行故障诊断等 另一方面在极端情况下也可以进行破坏活动 行业内对这种远程控制功能心知肚明 但因为有损于公司形象而不会被摆到明面上 现在美媒对外放风 明显使这种功能脱离技术本身而沦为一种政治工具 另有分析指出 如果阿斯麦真的发出这样的威胁 一定会影响全球客户对他的信任 美媒报道的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 会破坏产业链稳定信心和长远发展 好 我们最后再来看一条熔融观系列新闻快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次来到513的茶园 刚听导游在讲了 他有一些像比如说大红袍的来源 一开始我们都以为是地名 但后来我们现在才知道 原来他是母树生长出来的茶叶 然后现在已经是国家等级的国宝了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 真的是很不一样的文化的交流 还有茶的知识的灌溉在我们年轻人身上的一种文化 感谢观看 我是来自于台湾台北的小民 我们家本身就是在制茶做文山包种茶的 发现这边会比较明显的差别 就是这边已经开始重视生态这一块的 这我们必须要去更了解我们的环境 然后做一个相应的保护的措施 我希望能把南平这边有机的产品把带到台湾来 然后我相信我们也可以从里面有发小的灵感 然后把做出两岸都可以洗岸的茶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头条的全部内容 欢迎大家在中国台湾网头条号抖音号快手号官方微博等评论区留言互动 再见